不会做饭的演员在TVB很难混 港剧里一言不合就要下厨煮面 冲奶茶 煲糖水 这都是必备技能 没点生活经验还真演不出港剧的味道 本期的波罗旭叨叨就和你聊聊 TVB演员中隐藏的厨艺高手 TVB运运无恶人李家顶 就是靠一碗面打动了领导层 从此以后不管局势怎么变化 影爷都不会被开除 因为公司需要他这种既会做饭又会演戏的人 你没听错 一般都是要求演员能歌善舞 但走湿奶路线的TVB 更需要会做饭的男人 李家顶厨艺了得 这和他的出身有关 别看他长得凶巴巴 其实人家也出生于广东的富贵人家 小时候父亲开了间大酒楼 如果要推出新的菜品 就会把他叫来试菜 后来父亲发现顶爷味觉灵敏 于是有意培养他 说不定日后能接管酒楼 所以每次试完菜后 父亲都会让他凭着味道再做一次 可以说从小李家顶就对做菜颇有研究 可惜后来他家到中落 父亲无奈关掉酒楼 带着一家老小到香港讨生活 李家顶的厨艺就这样被埋没了 为了生活 他做过武行 当过演员 曾经的小鲜肉被练就得凶神恶杀 好在他会做饭 不管走到哪都非常受欢迎 后来到了TVB 因为经常连夜串戏 会做饭的顶爷就成了香波波 有一次他在剧组煮面 正好曾丽珍过来尝了一碗 结果影视厨神的身份包不住了 曾丽珍是TVB的高层 他问顶爷有没有兴趣参加一道美食类的综艺 李家顶当然很乐意 要不是这玩意 就凭他的长相和名气上啥综艺啊 当了40年的演员 他都不闻不火 上了美食综艺他去火了 于是曾丽珍趁热打铁 给他开了一档节目 阿爷厨房 结果收视率相当不错 演了40年配角的大老粗 原来是厨神 这就是反差萌啊 据说现在顶爷去菜市场买菜 都有很多湿奶过来合影 TVB最看重湿奶资源 70岁的顶爷就这样火了 不要想是TVB最会拍吃戏的演员之一 除了吃他还是一位烹饪高手 很随意就能做出一桌子家常便饭 蒸腊肠炒大虾西兰花萝卜汤 他做饭的手法很咸熟 所以我们看剧的时候 李奥翔的烟火器可不是装出来的 这就是他日常的状态 李奥翔很少进餐馆 如果家里有谁过生日 都是由他掌勺 煎牛排烤火鸡 做汉堡根本难不倒他 网友喊话李奥翔退休后开间茶楼吧 不仅会吃还会做 广告费都省了 除了李奥翔 大家在驼枪师姐中也见到了欧阳振华的颠勺手艺 你说他不会做饭谁信啊 欧阳振华不仅爱吃也爱做 经常在社交平台和大家分享美食 所以说演员想让自己接地气 就先从做饭开始吧 陈伟在TVB有一个外号叫煮饭婆 虽然剧里一副大姐大的姿态 但下了戏后 他就和普通主妇没啥区别 买份烧腊回家做饭 陈伟特别喜欢逛旺角的菜市场 因为经常去那里的不少摊贩 都知道这位TVB花旦喜欢吃什么 虽然剧中他尝试过不同风格的角色 但生活上他是一个很简单的女人 爱煲汤 喜欢做饭 在菜市场讨价还价 这也许就是大多港星的日常吧 说到TVB隐藏的厨神 就不能不提黎诺依 虽然拍戏不温不火 但凭借一首厨艺 让他在疫情期间逆风翻盘 迎来事业第二春 还迎来无限商机 据说还有某品牌投资七位数和他合作 以前只知道他会演戏会跳舞 没想到长相高等的他居然做了一首好菜 黎诺依出身草根 最穷的时候天天吃泡面 还好正一见一直仗义相助 他才能熬到今天 但人不可能永远走霉运 2014年他和洛选港节李杰盈结婚 容身为五一驸马 原先住连租房吃泡面的小伙 如今已搬进市值过亿的豪宅 看来爱做饭的男人运气不会太差 TVB演员就是这样 很多都是从苦日子里熬出来的 所以做饭都是必备技能 经常混剧组 不会做饭 岂不是被人嫌 记得黄宗泽在内地参加综艺时 亲自做了一大桌海鲜 让内地一人赞不学口 黄宗泽说拍《唐星风暴》的时候 做海鲜那都是每个演员必备的技能 剧组没有那么多预算 请大厨只能演员自己动手了 所以说会做饭才是在TVB混下去的必杀技 你认为呢 评论区聊起来关注 我怕你想看TVB的时候就真的找不到我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